今年就快來到 大家忙著打掃 天氣熱得掛掛掌 有包集合茶真好 老婆最愛吃下茶 新年全冷笑了他 喝了一口清爽呀 沒開眼笑好運來呀 好運來 恭喜恭喜恭喜你呀 恭喜恭喜恭喜你 恭喜恭喜你 又是又說的我請慢打 陪我往下花 哥哥 好運 2017年我們有一個 丁永年的開運三法 怎樣為我們的今年的運氣開運呢 風水可能你動不到你屋子租的 我做了也沒有用嗎 不要緊 你是做自身的個人風水 自身自己的風水 首先第一個叫立春開運法 反正是在立春啊 今年的吉時在2月3號 今年在2月3號 2017年星期五晚上11點35分 至凌晨12點59分 然後也是半夜啦 不過你們越多幾個人一起做啦 OK 讓自己的雙腳踩到採氣上 OK 深呼吸一口氣 這樣子這樣 那麼說 OK 刺腳啊 腳不要穿鞋啊 OK 感受大地的唇衣 利用大地的能量 提升身體的身體健康 有個強壯的體魄 提魄更努力的 在未來的來年去打拼 第二個方法呢 叫立春開財庫 怎樣開財庫呢 同樣的 你們去採草 第二搜捏 之前呢 準備一個火炭 也是同樣時間 在晚上11點35分 OK到凌晨 在立春日 在家裡的中央啦 OK 點燃火炭 啟動物質的財運 同時 也可以啟動冷韵 一般上物質啊 你們是這樣子的嗎 四四方方的嗎 OK 你們就把這個 起了的東西 OK 火炭放在家裡的中間 放在家裡中間 放了是嗎 然後還有一個 一個point要做 三個地方要 重點要做的 首先你們要在三個方位 其他方面 其他方位的 你們要一個假想先啊 首先 把所有的門窗 全部關起來 全部封閉 不可以開 然後只可以開三個方位 第一個方位 是在喜氣星 東南方 因為比較巧 全部在同一排的 很好做 喜氣星東南方 如果是客廳什麼 在這邊開門 第二個 在東方這邊開門 也是要開 第三個文昌的 也是在這個西東北方 開門 總之 這個方向 三個方向的窗口 門口 什麼 全部給它開到完 因為你火炭起了 是嗎 火炭起了 有那個煙啊 有那個氣 我們就把那個火炭的氣 給它飄出去 吹往這三個地方的氣 這個很容易做 而且感應會 都非常不錯的喔 還有第三個方法 就是開運 紅包法 首先你們在 年三十晚的時候 然後過年年三十晚的時候 你們準備個紅包給自己 然後給自己包個 一百六十八塊 一六八 如果你有美金 就包美金 有馬幣就包買計 新幣就包新幣喔 OK 然後祝福自己的 新年的收入會增多 包給自己啊 然後塞在自己的枕頭下面 塞在自己枕頭下面 塞在自己枕頭下面 給自己講 你來年我需要 得到什麼什麼東西 塞在下面 放著就可以了 然後到過完年的時候 再拆出來 拿來用掉它